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訪懲教署的羅湖懲教所 視察在原有工場旁邊改建 今日正式投產的生產線 懲教署是一月初起已經多次增加口罩的產量 由去年每個月平均大約110萬個 逐步增加到現在的大約250萬個 工場現在24小時運作 除了在囚人士 懲教署超過1,200名休班和退休人員 自願擔任義工參與生產 其實由1月中開始 懲教署都知道這個疫情很緊張 以不容辭就不斷地去生產提產 能夠做到這個生產和提產 是很靠各位現職和退休的懲教署 同時回來工作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大家 他又參與包裝口罩的工作 懲教署預計多條新的生產線陸續投產 口罩產量可以進一步增加至每個月540萬個 林鄭月娥其後到天水圍天恩村探望長者家庭 並且派發口罩 他們裏面還有一些禮物給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又到劉浮山的鄉村探望長者 行動和很方便 行動很痛 很痛 腳骨又痛 腳又痛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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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liment 請問ちょっと薄 謝謝 Women